而另一方面我们继续来看 怎么蔡政府的官员都很喜欢掉眼泪 先是陈其中掉眼泪 结果许明春也掉眼泪 这个是劳动部长许明春跟立委杨耀 上个礼拜因为救安基金的问题杠上 杨耀就认为劳动部补助高雄市府 高达三千万元 这个是在拍高雄市长陈其迈的马屁 让许明春当场关麦离开被寻台 不只落泪还喊出他不干了可以吧 杨耀就认为这个活动是在纪念 沉船事故当中罹难的25位女性劳动者 就算真的有需要补助的话 也应该是由交通部来补助 而不是动用到就业安定基金 但是许明春就认为 船难事件是女性劳工在出勤的时候 所发生事故的 而在通勤过程之中发生任何的意外 这都算是劳动事件 因此用就业安定基金来补助 是要凸显女性劳动的价值 结果整个案件大翻转 今天高雄市劳工局韩文给劳动部撤回了 这一次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办理的申请案 劳工局就指出原先的计划遭受到误解 导致焦点被模糊 为了避免初衷和理念遭到曲解 因此决定先行撤案 而这么样一看 也可以说许明春当时是白哭了 但是许明春这个白哭 说时代救援基金四千万 那他哭完之后擦完眼泪之后 也该说这个预算怎么用吧 毕竟你四千万 但问题是这个全台湾这么多县市来申请 光是一个高雄申请就要申请到三千万 四千万 然后高雄拿三千万 占据了这么多的经费 结果劳动部还是只能点头答应吗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被揪出来 到底是针对许明春这个人 还是说这个矛头要对准 高雄市长陈其迈 又是在示警他呢 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的明显 到底要对谁来示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